来自四湖卖烤玉米的吴文吉 将小时候跟阿嬷一起经营 现在已经没再使用的猪疗 原本要改成一个工作室 却有认识的热心老师 帮忙打造一个吧台 所以干脆做成一个咖啡厅 来让吃烤玉米的客人 有一个地方可以好好做着品尝 家里有一个注射是闲置 然后我就把它整理起来 把它当工作室的 结果呢就有一个老师来帮我 做了一个吧台很漂亮 烤玉米的音乐区 现在移过来这边 然后我想说 这个地方就当成一个客厅 让来等玉米的客人 有一个地方可以做 有东西可以喝 有些咖啡香味还是不错的 然后认识老师 然后他们手工炒的咖啡豆 对 那是品质很好的 那我就是挑了几只 简单的来这边 就是很 我觉得是很随性的风格来做 这个猪疗改造的咖啡厅 也就是猪疗中母猪 要生产小猪的地方 吴文吉也保留猪疗的特色 因为这个地方也是 跟阿嬷小时候一起工作的回忆 对他来说特别珍贵重要 这边的特色就是 小时候的回忆啦 以前跟阿嬷在这边工作 然后我把它整理好 然后高床 就是母猪跟小猪 在母猪生产的地方 这个高床我也把它保留住 我可以来跟客人可以讲故事的地方 我们是一起做志工认识的 文吉他是一个非常 就是很努力啦 然后他就在那个四湖餐店工 在烤玉米 然后他的玉米非常好吃 又跟我们一起做志工 然后就这样子就认识 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可以就是在这边坐着聊天 喝茶喝咖啡 然后把他当自己家这样子 对 然后这就是他的工作室 然后他在烤玉米 我们就来这边喝喝咖啡 虽然一个礼拜只有营业三到四天 但是也变成四湖另类的秘密景点 客人可以三五好友 相约来这里喝咖啡聊天 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我感觉他很亲切啊 又很爱泡咖啡啊 他烤玉米烤得很成功啊 来这边可以喝咖啡啊 谈一些 我们平常比较啊呢 在一起讲的 那个话比较讲得出来 另类咖啡厅藏在四湖 喝着咖啡看着外面的风景 又配上一只烤玉米 乡下地方也可以很有文清气质 记得订阅史云线才帮忙到